各位鄉親大家好 歡迎收看九位在一號新中華新聞 我是林怡婷 新聞一開始先來看到近年來 再來咖啡在白面節快速成長 一天一杯咖啡已經成為個人的生活習慣 有了推電台灣咖啡三亞 由中華情農會期盤的2023 中華館國散前聘咖啡豆瓶感 在二號開始年首兩天 在中華情農會期限 希望就由咖啡豆瓶感 加國這支瓶感最多 提升中華館咖啡豆瓶的品質和地名度 推電消費市場行銷 並且提供本散整理優良的咖啡豆 十幾年來台灣人咖啡的領口是越來越多 帶動了再來咖啡政筆 在中華館來政筆咖啡的面積 大概有18.23公斤 大部分都是政筆的包括三賣 為了引導咖啡農建立品質分級關聯 展現國散咖啡豆瓶化加工處理的技術 並且用小費者介紹有一個台灣咖啡 中華情農會對離婚一二年開始 由基盤咖啡兵感 今年所上班的中華館國散整品咖啡豆兵感 總在十二號開始在中華情農會上場 邀請到中華台中以及南島上場 沒有三餐期由一個國散咖啡農作回來參加 透過基盤咖啡青豆兵感以及國散咖啡兵感的制度 建立青豆各項標準 並且跟外觀市的咖啡農家流 提升中華館咖啡豆的品質 今年可以說是我們邀請了中部三個縣市 來一起參加比賽分為種植組跟公開組 總共有49個49萬的咖啡豆 中華市農會可以說是第二十二年來主辦咖啡評鑑的活動 可以說是非常有經驗 有推廣國產咖啡的熱情 當然今年我們也是一樣邀請 美國精品咖啡學會認證的評鑑團隊 也包括我們自己彰化的子弟 蔡坤培先生的烘焙團隊來進行烘豆的過程 那透過這個生豆的這個物理篩選 兩輪的評鑑總共會選出 有這個特等 頭等 金質 銀質的這些精品咖啡 在我們咖啡的產業 在我們彰化士農會長期的輔導推廣下 其實也在國內也有小有名氣 那麼我們現在咖啡 現在有一些咖啡農也朝向永續發展 像一些咖啡渣也可以來做聞香 也可以來做拜拜的香 這也都是一直永續發展的一個環節 那這也要非常感謝我們在我們白總帶領下 彰化士農會輔導下 我們咖啡又闖出另外一片的天地 那在這邊也跟大家講 我彰化現農會的咖啡豆 在客人來的泡的咖啡豆 我也都是用我們掛山咖啡 對 那其實客人在喝起來的感覺 口感其實也都是相當的不錯 廣受好評 中華館監護這幾年來馬虎的中華市農會 正好專門咖啡三肖經營的好聯 提醒農產品更前列 並且這個推動由盡農產品 增加農民的收藥 中華館的咖啡生產得非常好 雖然說我們的民眾不多 但是在我們農會跟政府的輔導集合 變成套過當年的咖啡比賽 讓咖啡農他們不斷的精益求精 那這次我們在今天開啟吃火的明天 在後日來做相關的評鑑 後日會跟我們的名書來公佈 總共有四十九週 我們還請到我們在2020年世界大賽 蔡坤培以及第三名的李書吉 來跟我們烘培之後來做相關的比賽 那相信絕對精彩可吃 那希望我們的鄉親有機會 再來我們中華 來喝咖啡來我們中華買咖啡頭 這邊邊港有中部三館期 總共四十九章咖啡完成報名比賽 在這裡接受專業的平行團進行創刀不利台船 以及兩輪背切了後 將選出優勝的咖啡刀 將在十三號的阿嬤公佈本甘的生意 新中華新聞 北冰林中華 彩虹報道